11月5日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全球知名企业纷纷摩拳擦掌 准备在这一会集全球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大舞台上 展示其最新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 迸发向心力并寻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合作 据了解 第七届进博会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多平方米的超大规模 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加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 创历史新高 186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七届全勤生 欧莱雅便是进博全勤班的成员之一 七年来 欧莱雅在进博会首发了近20个国际新品牌和数十个美妆黑科技 很多新品在进博会平台上从展品变商品 又从商品变爆品 今年 欧莱雅设立了第七届进博会日化消费品行业单个最大展位 在672平方米的舞台上 打造一个充满意境的主展台 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合科技 文化与艺术的美之盛宴 我认为重要的记者是重新的关注 在联系中 中央的监制中央企业和纪业 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展示到纪业的产品 在纪业这最多的时间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企业 它变得好企业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連續七屆參展的還有宜家 其以夢想無謂未來無界為參展主題 再度亮相消費品展區 同時今年宜家還擴大了首發範圍 寫新產品、新服務、新實踐亮相進博 它是雙方新的新產品 我們通常開放在CIIE上 我們也會做到這年 我們通常開放的 我們通常開放的 產品和產品發展開放在China 我們經常都會有興奮的 中國生活在家 很多次有大成功的成績 在禁博会的大舞台上 松夏每年都带来不少首发首秀的黑科技 而其收获的不只是业务曝光度 七年来 松夏不断拓展朋友圈 在展会现场与众多合作伙伴签订多份合作备忘录 仅第六届禁博会签订的合作协议就多达15份 现在我们的中国业务 让整个集团的23%通过这个禁博会的参长 我们松夏集团提升了快速适应经济数和市场变化的浓历 使得松夏能够跟进中国市场的步骤 与中国的发展同步 禁博会不仅是全球新品科技首秀的舞台 也是跨越不同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盛会